大家好,我是金尼珍 今天跟大家分享 怎样用Windows 7里面 Foto Viewer去看Camera 525 美照片 大家可能只知道看这一片 但是你如果把它设定一下 就可以看Camera 525照片 现在我就用Windows 7 来看一组Camera 525照片 好,我就先把 现在这一组照片 只有一张是这一片 好,那我现在就把 这一片这一张把它打开 把这一张打开 你看,这一张打开 我先把这一张关掉 那个Propery给大家打开 你看,这里 我来Clip 就把这个Propery拿出来 你看,我先摆在这里 塞背塞看一下 这一张 把这个Propery打出来 我就摆在 摆在这里 这个是Windows 7的 好 那我就换到一下 给大家看 好 现在这样子 换到以后 你看 第一的,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名字 5270 5270 5270就是在这里 这个 这里5270 好 这里呢 Tile File 是 N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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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呢 因为它这个是LICON LICON 它是叫做 LICON Electronic File 所以说 它这个就是 如果就是没有RGB的 它就是无理 Calling 这个Live 光线是多少 它全部都无理 Calling 所以说 File 会不会很大 它那个Open with Windows Photo Viewer OK 这个 在这里 好 还有这个 Size 是 19.58 OK 那在这边看看呢 这边就是这一张哦 我就把它在 Footersat上面做好以后 射入成JPAN 那这是5270E 它这个是JPAN OK Open 位置也是 Windows Photo Viewer 但是它这个format 就需要很多的 就是3.20 大概只有六分之一嘛 是不是 好 就这样 我把它俗效了 那 如果你是传统的话呢 你是打不开 我把这两个关掉哦 因为现在这个五罗 它可以是破了 我一拐一下 你看 它这个打开了 是不是 就是比较慢一点嘛 是不是 那在下面 全部都是这个五罗的 那它这个 到底是怎么的 它本来没有 因为我们要到上面去download 好 怎么download 我把这里把它打开 给大家看看 它这个名字哦 应该是 Microsoft Camera Code 应该是这样子的 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们就这样子的 我们首先呢 先到那个网上 去设取一下 我把这个 这个打开 google search 我们就把它 到里面google一下 看看 好 这里一进去的时候呢 它马上就出来了 应该是在这里的 你看 一打进去 我这个再打进去 好 我再放大一下看看 好 就是这个 你搜索一下呢 你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叫做 Microsoft Camera Code 16点多少 就是这个 好 你看到这一个 你下来 这里有一个 那个download 它total size呢 是43.3MB 然后create download 当download完以后 你就把它打开 按照它的步骤把它安装上去 但安装完以后 你就可以看那个 Camera World Format 跟那个JPay 是Combine在一起看 是非常方便的 好 那我们下面再来看看 如果是Windows 8的话 怎么样去Addate 好 我们现在是在那个Windows 8 它这个画面跟Windows 7 不大一样 因为它这个画面是Metro style 好 那我们就到DESTA里面 从这里click进去 好 这里就是那个DESTA 那我把这一组照片打开 也就是刚才在Windows 7上面 看的那一组照片 这里大部分呢 都是那个Camera World Format 只有即将是JPay 就是JPay 我们可以看得到 Camera World全部都看不到 那我就把这一张JPay DoubleClick 就可以打开 如果我把这一张关掉 隔壁这一张是Camera World Format 我DoubleClick 它打不开 它这里有一个Message出来 我换打一下 好 它这里Message Windows Photo Viewer Windows Photo Viewer can open this picture because Either Photo Viewer doesn't support this file format or you don't have added to the Photo Viewer 那就是说 我们要去added一下 好 我就把这个关掉 Windows Added is under Control Panel 我们先打Control Panel 在这里search一下 我们就在这里打ControlPanel C-O-N 好 它这里就出来了 我们就clickControlPanel 好 那我们这里是ControlPanel OK Click the wholeControlPanel item click进去 那我们这里下来 就有一个那个Windows Added 好 click进去 好 这里有两个 Two Important Added Variable 那我们就click进去 好 这里放打一下 好 这里呢 就是 Added for Microsoft Camera Codec part for Windows 8 就是这一个 它总共只有5.8MB 就click进去 那好 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这样子 就不要先 added上面这一个 好 我们这里就click 那个install 它就开始install了 download下来 好 它这个已经added install完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关掉 关掉一个这里的 我们就把它refresh一下 这样 VD哥 现在全部都看得到了 刚才我们只能看到这一片 现在连那个roll 全部都看得到了 是不是 我们就拿下来 刚才我们 就是 好像这样子 现在它还在转换 还没有转换 上面的转换 转换好了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好 这样是roll 我们就把它click进去 是不是 现在看得很好了 这样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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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